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金老师 我终于找到你了 金老师 阿玉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我不是想找子言姐吗 不是说好了让你待在家里吗 我担心啊 你千万别怪我 好了 我们回家 回家 富豪 白阔老计划的刺杀名单怎么不见了 哥 金老师的手没事吧 不用担心 以后金老师啊还能教你弹琴 阿玉 以后不要乱跑了 要听金老师的话 我知道了 以后不会让你担心了 阿玉 你先去休息吧 我跟金老师呢 我跟金老师呢还有些话要说 好 注意伤口 尤诞 你跟我进来一下 尤诞 你跟我进来一下 射道 对 这本书是我父亲写的 这上面写了一些射击的要领和练习方法 我的枪法呢 就是在这本书上学到的 方医生 你想教我学习射击吗 对 以前学过射击吗 打日本那时候 红魔果枪 枪法当不上好 你先好好看看这本书 等我找到子言 这件事情平息了之后 我再好好地教你枪法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 教我学习射击了 说句实话 我这么做也是有私心的 私心 我不知道你对阿云是什么感觉 但是阿云现在对你越来越依赖了 我想这一点你已经看出来了 自从你来了我们家之后 阿云就变得不一样了 阿云是个好姑娘 无形也高 我很喜欢教她练琴 我希望 你不仅仅是她的钢琴老师 当然我也不会勉强 一切顺其自然 现在外面局势那么乱 日本人很快就会打进来 练习好枪法 多一份安全 你可以保护阿云 也可以保护自己 明白了 谢谢你 应该是我谢谢你 把我妹妹照顾得那么好 你 我 米奶 我 等你 尘成 在这个身上 叫这些人 叫她 请你们 我 我出去找紫妍 这么找下去 也不是个办法呀 那也得找啊 三天的期限 我不想让地下党 跟复兴舍打起来 要是刘紫妍自己 能出现就好了 自己出现 雨晨 你帮了我大忙了 现在日本特务署上 有刘紫妍这张牌 他们一定不会自己去冒险 老尤啊 唐云锦说的 气话可行啊 值得一试啊 镇长 没别的办法了 如果我妹妹 真的在日本人那儿 一定要尽快把她救出来 你快把她救出来 好 就讲定了 别动 走 干什么你们 干什么 你们 放手 进去 走 走 你们干什么 织长 这是刚刚 截获到地下党电报 复兴社 挟持了地下党 上海交通站的站长 胁迫地下党 交出A01 这么说 唐于锦已经把A01 交给地下党了 很有可能 唐于锦和地下党 本来就走得很近 会不会是个圈头啊 应该不会 地下党和复兴社之间 因为刘子言刺杀姚政远的事情 正闹得不可开交 他们这么做 并不奇怪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应对 还好刘子言在我的掌控之中 我可以好好地利用他 地下党和复兴社 他们的交易地点 就选在刘子言的社机俱乐部 我知道该怎么做 你们俩去盯着点 是 关注几个人 我怀疑他们是日本特务 我估计日本人 已经把这包围了 那我们就这几个人 他们万一出进来怎么办 他们不会兴许妄动 因为他们不敢确定 A01真的是在这里 用不用找老姚 再派警察过来 不用 人越多 日本人会越警惕 那你确定 紫言一定会来吗 紫言是日本人手上 最安全的一张牌 再加上 她是紫罗兰的董事 没有人比她更熟悉这 所以日本人 一定会把她带来 那如果日本人 还有其他的行动计划 怎么办 随即应变 那这样 我再出去看看 好 小心点 随即应变 喂 徐勇 发现黑影 他进了紫罗兰射击军的部 扶刀 有人看见黑影 在紫罗兰射击军的部出现了 集合队伍 去紫罗兰 等等 给刘董事打个电话 就说我找到刘子言了 是 紫言 什么 老王 被撤 是 老爷 紫言 你怎么了 紫言晕过去了 他病了 要不然先送他回家吧 要不然先送他回家吧 怎么了 别说话 别动 好 在这儿 闪开 去 来 你现在也会拒绝 你再说一个 我先拒绝 去 你也不拒绝 你拒绝 我再拒绝 我再拒绝 你来决定 好 时间不多了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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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刘子岩带走 是 是 是 有人来了 别管他 我们走 快点 快跟上 快 让开 快 进去 快 你们几个 站在这 安静 都安静下来 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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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长 出长 里面人怎么办呢 全都关起来 调查完以后再说 可是 刘探长也在啊 刘探长怎么了 所有人都一样 那这个黑翼 也要接受调查了 他不是黑翼 这个我可以确定 我有点啥 是 子爷 刘叔叔 怎么回事 可能是迷药迷晕了 快 给我 来 背出来了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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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奸 结果贼 漢奸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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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女儿不是漢奸 滚开 我别吵了 不知漢奸 我是警备处书长 豹蛮众 我可以肯定 柳子言不是黑翼 这是个误会 谁谁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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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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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再进去试试 我最一扰乱社会之安的 把你们全都抓起来 牛叔叔 把你们全都抓起来 牛叔叔 牛叔叔 我牛儿不是杀人犯 牛叔叔 我牛儿不是杀人犯 快 快点 牛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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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爷军 辛苦你了 为天皇效力 混账 枪你被灌了签 这把枪废了 写什么呢 紫妍的药方 她的大脑和神经系统 受到了一些损伤 也就是说 大脑的额叶功能执行力 出现了问题 现在需要修复额变日目标计划 和实现达到目标 所需要的行为能力 鞋有什么用 关在这儿 也没人送出去 谁说没人送 谁啊 包小姐 您不能进去 你别碰我你 子刚 包小姐 子刚 你在哪儿 子刚 子刚 你在哪儿呢 这儿 这儿 子刚 你快告诉我 是哪个不张眼的 敢管我的男人 还真是个不张眼的 你去问问棒棒中 他是你亲大哥吗 是我大哥呀 那我一会儿找他去收拾 你还站着干吗呀 去跟棒棒中说 我一会儿去找他 是是是 你说我怎么摊上 这么一个大酒肝 那 要不这样 一会儿我去跟我哥求求情 让他把你们给放出去 你算了吧 你看你哥那个德行 比你好不上哪儿是人 也是 对吧 你说什么呢你 那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没什么事 最多做个笔录 很快就放出去 做笔录 那得等多久啊 那 我还挺想你的 你小伙啊 你小伙你进来陪我呀 让你大哥把你关进来 不好意思啊 打断一下二位 那个阿春 我这儿呢 有一个子盐的药方 我现在不方便出去 你帮我把他交到刘公馆 交给刘叔 好的 我马上就去啊 谢谢啊 这就走了 你当初没选她是对的呀 阿多凡 什么丁 每日二十毫升 早晚饭后服用 这 这是什么字啊 这个是 阿春 哥 来看子冈和唐玉姐啊 心里怪我吗 我哪敢呀 哥 那等笔录录完了 他们俩就能出来了吧 这我自有分寸 这是什么呀 药方 唐玉姐给刘子盐开的药方 唐玉姐想用这种烂药方 蒙刘子盐 别做梦了 让我现在就送给刘叔叔去 行 我替你送过去吧 来 哥 哥 又去信殷勤 打倒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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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走 走开 打倒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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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他们 杀了他们 打倒汉奸 走开 这是刘公馆 你们知不知道 快走啊 有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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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好了 出来 出来啊 出来 走 来 来 来 打倒汉奸 打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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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好了 都干吗 都干吗 不回去是吧 都走啊 都走啊 都走 快散啦 杀人犯 刘紫妍 杀人犯 刘紫妍 刘紫妍 杀人犯 刘紫妍 我们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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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叔叔 对不起 来了 子言 又没有好一点儿 一直混混沉沉的 刘叔 我去找我美国的医生朋友 让他给子言开了一些药 这个应该是有用的 谢谢啊 应该的 子刚跟阿锦怎么样了 您放心 只是走一个形式 他们很快就出来了 你做得对 我们不能受人一饼 落下口识啊 您放心吧 子言这次的事情 我一定不会让他蒙受这些不白之愿的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叔叔 您一夜没睡了吧 我是 不是 不放心子言哪 叔叔 有我在这儿看着 您先回房间休息吧 也好 他醒了 你就叫我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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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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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告诉你个秘密啊 这个秘密啊 除了我的家人 就只有你知道 什么秘密啊 我就是黑人 紫妍娜 你为什么要做黑衣啊 阿姬 阿姬 我一定要整死唐玉剑 子叶 我一定要得到你 你说这报稳钟怎么还不来啊 我真的挺担心的 我知道你担心子叶 对 现在也不知道子叶怎么样了 我总觉着 子叶的麻烦 还没结束 老爷 请用茶 好啊 刘叔叔 有些话不知道 当讲不当讲 有什么话 你直说 子叶半黑衣的事情 肯定和唐玉剑有关系 你都知道些什么 我确实得到了一些消息 这个黑衣 和唐玉剑有密切的关系 子叶一定是受到了唐玉剑的影响 才会做出这些荒唐的事情来 咱们两个人从小一块玩到大 感情很深 相互之间有些影响 这也很正常 感情深不代表可以不负责任 子叶现在这个样子 唐玉剑是男子其咎 我和您一样 也不愿意看到子叶 再受到任何的伤害了 但是只要她和唐玉剑在一起 这些伤害是在所难免的 子叶回国以后 也确实发生了些事情 我也一直担心她 那您就应该让她和唐玉剑分开 谈何容易 二十几年的感情 那不是一两句话 说分就能分的 那其实可以这样 您可以给她们一段冷静的时间 这段时间唐玉剑就不要再见子叶了 唐玉剑那儿 我怎么说呢 那 要不我替您给她带个画 好吗 好啊 那就有劳你了 应该的 应该的 刘叔叔 那我先走了 好 帮帮忠 你把我们两个关一天了 该放出去了吧 我就是来放你们的 把门打开 是 别急 唐玉姐 走这么快 是去看子言吗 跟你有关系吗 等等 刘叔叔 让我替他 给你带个话 最近 你就不要再去找刘子言了 说什么呢 我爸爸能说那样的话吗 不信 所以你可以自己回去问问 好啊 阿姐 走 去我家 刘子刚 你是要惹你爸爸生气吗 我们家的事 跟你有关系吗 只要是刘子言的事 就跟我有关系 子言的事怎么就跟你有关系 子刚 算了 我暂时先不去你家了 子言确实 也需要安静一段时间 不 阿姐 别管他 我们家的事 跟这家伙没关系 走 刘子刚 我是你上级 你对我讲话用词注意点 你上级管我们家的事 我告诉你 只要有一天我在 想追刘子言 你门儿都没有 紫言的事你说了算吗 紫言怎么就会喜欢你呢 你怎么不能喜欢我 你俩都别说了 子刚 这事既然是刘叔的意思 那我就尊重他的建议 故意 就这么走了 这事 迟早是会有结果的 你替我照顾好子言 别看他哪 爸 为什么不让阿勤见慈悦 你 你嫌你妹妹受的苦还少啊 那子言的事跟阿景没关系啊 怎么没关系 自从子言跟阿景在一起 我就没安心过 整天看不见她的一日 常常就没了消息 我等在家里边 她是天天是提心吊胆 就怕她哪次出去回不来了 你们都是我的儿女 你们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人生最大的痛苦 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 我老婆 我也会怕 爸 我就是觉得 你这样做 对子言和阿景都不公平 我这公平就是 我的儿女健康平安无事 其他的我管不了 我们会管好自己 你不用担心我们 站住 不用我担心 你以为 我不知道你们两个在玩吧干什么 一个复兴社 一个地下大 刀口上贴线的买卖 你们全做啊 真给我刘兆磊脸上贴金呢 不是 爸 你 你都知道了 你以为我老了 看不清楚想不明白 我告诉你 阿景死严的事 就这么决定了 以后 少来反过 是 女儿 你不要怪爸爸 你 爸爸这么做 也是为你好了我 好吗 来吧 走 对不起 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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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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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什么 我和坐前面那个女孩 你没人知道 你看我什么人啊 你靠近 看不见都是人 你都不在